离婚夫妻若是两人之间还有这些联系,还是有复婚的可能 婚姻不可能天长地久,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每个人都有可能会离婚,但这并不意味着两个人没有机会在一起 只要彼此还有和好的意向,那么就很容易重新和好 不管是女人不愿意放手,还是男人舍不得离去,都会有机会重新在一起 毕竟有时候大家太意气又是,不懂得尊重彼此,更加不懂得维护感情 所以才会让自己的婚姻变成一场悲剧 而在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两个人才会最终懂得生命的意义 也知道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也是自然而然选择在一起 一,还有孩子需要管,当自己和前夫离婚过后,还会有孩子需要管 这个时候就不能说分开就分开,还会有很多事情需要做 不要觉得没有什么,只要自己不同意男人的追求,就不会再有复婚的可能 其实不是这样,你们两个离婚只能证明彼此没有什么法律上的关系 但是情感上的纠缠,还是不会一时败回就中断 二,婚前财产没有分,离婚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不会短时间就分开 即便法院判决之后,你们也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两个人的房子,车子,金钱等,都需要彼此去处理 久而久之,在你来我望之中,就很容易日久生情,重新回到过去 不要以为分开就彻底分开,不会再有其他事情 并不是这样子,你们还有复婚的机会 三,总想去看看对方 不会有说断就断的感情,你们每个人都应该知道 不要以为两个人离婚之后,就什么也不会再有 从此就真的天各一方,不再联系 事实上很多离婚男女,在后面都会复婚 是为了要改变过去,而是分开让彼此懂得了珍惜的意义 也许这就必须要经历的过程 只有离婚才明白对方的重要性 四,心里有情感依赖 外在的纠葛结束以后,就特别容易有很多内心煎熬 不会一时败毁就结束情感依赖 爱情中最奇妙的地方,就是两个人无形之中会形成精神支撑 哪怕你们没有在一起,心也会紧密联系在一起 听上去十分玄幻,但这其实就是事实 完全不用过多去在意 两个人只管顺其自然就好了 五,工作上经常碰面 只要两个人还有机会碰面,就意味着有很好的机会 不会就这样一时半会就分离 离婚这件事情有时候并不理性 有可能只是出于不再深爱 或者是其他很小的事情影响 就这样匆匆和别人离婚 而在后面工作交往之中 两个人才真正懂得其中的含义 也才对当初离婚举动感到后悔 六,父母之间很熟 最不容易切割开的就是离婚男女父母之间的联系 年轻人因为意气用事的原因 会很容易就提出离婚 可是在父母一辈子却不是这样 在他们眼中你们离婚是你们的事情 他们交流是他们的事情 不会牵涉太多的东西 但这样一来离婚男女之间也就多了很多牵涉 不会就这样分开 婚姻不容易 两个人一定要懂得珍惜才行 如果什么都不顾 直接就和对方离婚 就会给自己的人生造成极大的困境 不管婚姻中出现多么大的困难 两个人都应该学会互相扶持 不要什么事情都吵吵闹闹 不懂得任何忍让 没有哪一段婚姻可以一帆风顺 只有彼此切让才可以最终实现幸福